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謝澳洲 非常高興新聞大白話YouTube頻道 已經超過10萬個訂戶了喔 而且花不到半年的時間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趕快按我影片右下角 趕快訂閱 如果超過20萬個訂戶的話 我們就會完成大家提出來的心願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我們現在來訪問說明 大姐住哪裡 貴姓 我姓陳 住彰化 童鄉啊 童鄉 彰化哪裡 西湖 西湖喔 我彰化市 彰化市喔 隔壁啦 隔壁嗎 等一個在南 那你今天聽到這個社違法的事情 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真的太可怕了 人人自危 彰化挺韓大隊 救國大隊 所以你有感受到國家 花蓮沒有去而已 每一場都到 花蓮沒有去 我只有花蓮沒有去 你說去年的一整年到現在 只有花蓮沒有去 我每一場都有到 大姐那你體力非常好 而且 我今年66歲 成本也下很重 66 看不出來 66歲 感覺好像四五十歲而已 跟我差不多的感覺 謝謝你 哪有可憐差那麼多 大姐謝謝你喔 我今天要講一個 你們講很滲透法 我講一個不一樣的 我是做專業沒人婆 十幾年 所以我對這個同溫特別的 有感受 因為現在政府通過這個 不顧我們七百多萬人的名義 通過這個同溫法 有影響到你的生意喔 應該 我也還不知道 因為本來現在人 很多年輕人不想 所以造成什麼影響 不想結婚 不想嫁 因為我是 你覺得他們不想嫁 不想結婚是因為同溫法過了嗎 沒有 我是說 現在因為社會景氣蕭條 很多男生不想娶老婆 女生不想結婚 但是在 如果這個同溫法過去 會越嚴重 會更嚴重 你覺得會更嚴重 會更嚴重 以前是男的不婚女的不嫁 不婚不娶 會不會是因為經濟的關係 或者是說對象也不好找 經濟是最大的問題 是沒錯 因為大家 所以你生意有變差嗎 同溫法過了之後生意變差 而且現在一家子 男不婚女不嫁的很多 一家子 不是單一 不是說單一 不是說單一 一個家庭只有一個不婚不嫁 去年五月之後 就開始出現這種狀況 尾燭啦 尾燭 嫁不想嫁不想娶的 很多人嫁中 謝謝你 我覺得這個 會變成我們的國安問題 因為以後都是老人 也不能這樣歧視老人 謝謝 謝謝大姐 我們下一位 下一位是哪一位 下一位是哪一位大哥 大姐嗎 大姐 你貴姓 你從哪邊來 B姓郭 我拿就好了 你不可以拿 郭小姐 你從哪邊來 關廟 關廟 台南關廟 隔壁 綠到出資 絕地三尺都是綠的地方 那你這一次怎麼 不要這麼講啦 沒有啦 好啦我是講別人形容的啦 那你今天聽到我們這一些 包括現場活動 你有什麼話跟大家分享 我分享是想要我講呼籲政府的話而已 我呼籲政府說 關於這個教育真的要去重視 如果說沒有重視教育的話 真的教育失敗 社會大亂 這是我打從心裡 從這個整個社會 我年紀這麼大了 所以覺得說政府真的需要重視這個教育而已 所以韓國瑜說他覺得從政者有兩件事做好 一定要做好 一個就是教育 一個就是關懷 弱勢 你也是呼應他的主張嗎 呼籲 就是認同他的說法 對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姐 我們後面還有嗎 我們後面還有幾位 這個 阿伯大哥 你說阿伯大哥 你好 幾歲 九十二歲 九十二啊 每天都在看你們中天新聞 我們不是中天啊 我們是TVBS啊 新聞答白話 TVBS 我們每天也常看 沒關係 都看了 都看 那你有什麼話要跟大家分享嗎 我想大家講 這次我們有全力支持韓國瑜當選總統 這是我們的願望 我雖然九十二歲了 我也希望他能夠當選 中華民國前途未來的前途 由他來帶領我們 中華民國萬歲 這樣子我的感想就是這樣子 謝謝你 謝謝大家 中華民國萬歲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就再一位了 謝謝你 謝謝 我們就最後一位來跟大家 有嗎 還有嗎 還是沒有呢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是不是 好 最後一位 大哥你貴姓從哪邊來 我從高雄市 我住在我姓中 我要來副業 就要保養到我們可愛的台灣人 我們已經進入到我們這個 三十年代 我以前做小孩 是說就有那個 三十年前你做什麼 不是 三十年前就是年輕人 年輕人的時候 不好意思 現在再搞一個滲透法 我認為這個社會 就已經混亂了 他還要搞一個滲透法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使用我們全國的這些 八成 因為怎麼用我講 這番滲透法 國安還有種種的社會經濟 這可以說 為害到我們這些人民 八成的經過的心理的心態 多少會恐慌 我會替你擔憂 因為網路上有人這樣評論 也被查稅表 稅就是這樣不好 已經以為他們執政這樣 嚇人這麼久了 你再反一個反滲透 這實在是 騙我們台灣人不好 確實就不好 還有一個同文法 這個同文法 你看這是國安社會問題 今天這些兒子 四歲 大起來之後 三十年後 大家都變成老人 看這個要怎麼 這社會 全國都混亂去 所以我活躍到民進黨 你們已經 已經 吃了已經 那年那麼久了 坐那麼久了 所以 因為國民黨 還在反轉 我們無論如何 我們就來 在正月十日 我們就要支持 我們的日和 韓國瑜 政黨的高峰 所以 國民黨所有的立法 可以讓我們經過本所 再來反轉到我們台灣 不然我們經濟三十年的退後 實在我 在三十年前 我們那時候的經濟是有夠好 現在三十年 今天再來翻一個反滲透法 實在是很嚴重的事情 會很煩惱就對了 很煩惱 所以在TVBS 還有我們現在所有的議員 還有這個 好 你告訴我們 你有說TVBS 謝謝 謝謝這位大哥 其實還蠻多民眾非常關心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個案 就是他也被查水錶了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我是12月31號早上7點PO的 他說1月1號 下午一點就打給我 叫我過去了 沒有任何的傳票 他就直接叫我過去 我問說什麼事 他說我不方便在電話跟你告知 我說我犯了什麼錯嗎 他說我們有民眾檢舉 我有一件事情跟你有關 請你到我們派出所說明一下 去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我是不是有在臉書PO一個文 就是那個選票 那個通知單 為什麼還沒有寄到的 那我們就說 這個奧博出家 這個選票為什麼還沒寄到 趕快打電話去中選會抗議開罵 他跟我講這個中選會有澄清了 所以我是散播不實消息 我只是在我臉書PO文 幾十個人看到而已 幾個站而已 不到一天他就叫我去了 我問他說那那些網軍1450 黑寒的你為什麼沒有抓 他還是沒有說話 做完之後他最後問我 你還會不會這樣做 你還敢不敢這樣做 那我想說你都沒有傳票什麼都沒有 我就問他說 那這個筆錄我可以拍照嗎 他說不可以 我說可以隱瞞 他說不可以 我到現在我什麼都沒有 沒有傳票 因為我之前聽到的個案是說 他們有人把傳票當成拘票 拿傳票來 說要把你帶走 現在是連傳票都沒有 少廷怎麼看 我覺得這一個個的例子 我們今天看到的 我覺得如果反滲透法 是在大家的脖子上放一個炸彈 其實現在社違法 就在每個人的手指上面 把你扣得緊緊的 讓你以後不敢在你的電腦前面 按轉發按讚按話 表達你所有的意見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你有辦法把台灣這個社會 把它搞成比戒嚴更像戒嚴時代嗎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我們能力跟語心一樣 我們沒有經歷過去警總時代或什麼 可是當然我們現在是沒有收到這樣的傳票 但是你看到這一個個的例子 台灣社會現在不是比以前警總時代更警總嗎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我最後還是要呼籲一下 其實第一點 我認為這些執行勤務這些警察人員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是要 對他們要有點原諒一下 因為他畢竟是受到上級長官的指示 這上級長官到底是誰 是警政署長還是更高層的內政部長 甚至是行政院長還是民進黨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他要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國家機器要出來說明白 否則現在我覺得整個台灣社會裡面 我相信搞不好現在很多人 藥州已經不敢去上電腦了 他怕我今天晚上哪怕我再轉發一個 別人給我的消息 明天早上我又收到電話 不過最後我拜託這些警察大哥們 如果你真的需要上級給你業績 你不要可以七點鐘 早上七點找人家去問 你至少符合一下大家上班時間好不好 你也說早上朝九晚五 你會在高點到會待會嗎 而且其實我真蠻想問這些警察大哥 當你敲門的時候來映門是獨居的七十幾歲 白髮斑斑 連講話都不溜溜 或者是一個年輕人 他家裡只剩下一個長輩 還得了癌症病危 那他沒有辦法不工作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忍心查他水表 怎麼忍心要把他帶走 就我覺得警察大哥是不是變成夾心餅乾了 可能他們也為難為了績笑或者是傷頭指示 這我不知道就大家要去查證 九號上凱道聽說有一個大家在討論高度的話題 也就是韓國瑜的女兒他的千金 韓濱有沒有可能會出現在凱道上面 這個士氣會衝一波 但是大家也擔心說他會不會有太大壓力 人身安全 是不是改用視訊的方式比較好 我覺得如果韓濱回來 應該會讓士氣大震 很多人也想看到他 那他自己本身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覺得我自己當候選人 你讓那個候選人的這個女兒 就像我是兒子 我如果看到小排在最後在那個 心情緊張的時候 有很大的安定的作用 但是一方面我也說實在的 韓濱如果真的要回來 也會為他覺得心疼 或者是為他緊張 因為現在整個 剛剛我們剛剛討論的半天 就是要跟人家恐懼 要讓人家恐懼 那我想民進黨對於韓濱 如果要出現 我相信他們對他可能也不會手軟 搞不好網路上又放他一些謠言 所以一方面也覺得 他回來辛苦了 但是對選舉是有幫助 心疼 那又希望可以看到他 以興怎麼看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要把決定權交給他們 因為這個涉及到個人 然後也涉及到 那有沒有幫助 老實說也 你也沒有辦法去算得出來 但是我們看待選舉 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看待他 我們選的是韓國瑜 不是選韓濱 那韓濱會是誰 我們也不會懷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韓濱到底有沒有出現在 1月9號的造勢 我倒覺得他應該是次要的問題 而不是主要的一個問題 那但是那一天 我覺得我們可能也忘記了 他也是頭七 也就是這個失事這個 沈一鳴上將這個 我們應該在那個日子裡 還要再次來緬懷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到時候 氣氛上面是什麼 也還不確定 還要在哪裡 那明天我們新聞大白話 還有包括T台政經話 我們會在台北市 我們明天一樣有播出 所以明天的下午2點到6點 拜託還是要打開